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500一章 只问一句 谁反对 真要动手 在场众人皆被苏义的强势道 文修竹翘脸一沉 猛地挥手道 一起上 阻止他 北院狱阵营这边 大多数强者皆在外界探寻机缘 可即便如此 也还有近60人在场中 文言 这些强者皆联手出动了 哼 猪般宝物腾空而起 光焰急射 铺天盖地的毁灭力量迸发 一起笼罩向苏义 而最快的 当属温修竹 他身影若移到白红 祭出一口战剑 斩向苏义 干脆利索 灵力无匹 过往那段时间 灵修人物 宇辰闭关 一直由温修竹坐镇 北渊玉阵营 他的实力之强大 也早已有目共睹 就向他展出这一剑 防似白红灌日 讯息如电 刺目的剑意 令天地为之色变 哪怕远远望着 就令人心计 温修竹已是北渊玉阵营 仅次于宇辰的角色 而今率众一起出手 那苏义怕是逃不到什么好处 这个念头刚闪过任长青的脑海 他眼眸骤然睁大 就见苏义冷哼一声 不闪不闭 轻描淡写 一拳打出 哼 温修竹斩出的剑气 直接一寸寸炸碎 那霸道无匹的拳进 于是不减 直接轰向温修竹 他美眸威宁 全力挥剑硬汗 可下一瞬 伴随着惊天的轰鸣声 温修竹连人带剑倒飞出去 一拳 就将西阵退 而随着苏义脉步 双手袖袍如风雷般鼓荡 而后朝虚空一压 哼 一道通天彻底的剑意涌现 四天上神山砸落人间 压得虚空塌陷 施放云崩 一正北渊玉举辖进人物 所施展的宝物 秘法 在这等剑意之下 完全不堪一击 被直接碾压 而当这一道剑意彻底斩落 天地之间 直死被批出一道巨大的沟壑 狂暴的剑意扩散 那仅六十位举辖进人物的身影 直接横七竖八地倒飞出去 场面混乱 惨叫震天 远处观战者 无不震撼 一剑 正错群雄 这一剑 远比击溃温修竹的一拳更恐怖 声势也更害人 哪怕是秦素心 任长青这等领袖人物 也不禁眯起眼眸 神色罕见的凝重许多 而苏毅的身影 早已凭空一闪 出现在那丽孝林身边 一把将其攥在了手中 自始至终 苏毅指出了一拳 一剑 一拳 轰退温修竹 一剑 扫到群敌 至此 北渊玉阵营一众强者的围攻 就此瓦解崩溃 而丽孝林 则沦为阶下囚 那等一幕 让全场人都差点猛掉 温修竹神色阴晴不定 之前 他被一拳轰退 那种恐怖的力量 让他这位北渊玉的天之娇女 也受到冲击 心有余悸 太强了 这个根本看不出修为的家伙 简直就如一座接天通地的神山 给人以无可撼动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 他只在和师兄与臣切磋时体会过 难道 他和师兄是同一类人 温修竹心虚翻腾 而那些北渊玉强者 全都露出惊惧之色 在不敢轻举妄动 之前 他们自使人多是重 可现在 才发现 面对苏毅这样的逆天角色 人数再多也没意义 大人救命 压抑的氛围中 响起丽孝林惊恐的尖叫 显得很刺耳 苏毅立在那 一手拎着丽孝林的脖子 眼神淡漠道 我要杀的人 天上地下没人能救得了 说话时 他指尖发力 一股凌厉霸道的力量扩散 丽孝林顿时向背凌迟 血肉扑素素掉落 浑身骨头都被一寸寸碾碎 疼得他面容扭曲 发出凄厉的惨叫 众人皆不寒而栗 情不自禁想起苏毅之前说的话 要让丽孝林屈辱而死 住手 文修竹咬牙出声 苏毅 你这么做 是要和我北冤狱彻底为敌 苏毅瞥了他一眼 道 说出这种话 只能证明你有多愚蠢 声音还在回荡 丽孝林的躯体 已经直接暴碎消散 而他的神魂则被苏毅拎在手中 自顾自说道 不过 你们大可放心 我只杀犯错的罪人 哼 他神诗如剑锋般 凿进丽孝林的神魂中 开始搜魂 自始至终 无人敢阻止 哪怕温修竹 气得浑身都在哆嗦 可最终也没有在上前阻止 都已到了这时候 身为举狭净人物 哪个看不出苏毅是何等恐怖 别说无人敢阻止 那些被冤狱的强者 大都已被苏毅那霸道冷酷的手段震慑 而此时 无论是南火狱那边 还是西寒狱那边 每个人的脸庞上 也都难掩惊荣 苏毅这个东悬域的传奇人物 实在太强了 一些人甚至想起 数天前的时候 就在这街隐道场附近 不知有多少人挑衅苏毅 想让苏毅登上街隐道场 去和吕猛对战 可最终 那次的风波 以吕猛败在凶手穷奇手底下落幕 而现在 目睹苏毅的手段 人们这才终于意识到 当初背下尿裤子的吕猛 是何等幸运 若换作苏毅出手 吕猛哪可能活下来 片刻后 苏毅张指尖 丽孝林的身魂崩灭 他已通过搜魂 见到丽孝林和一正同伙 残害青石剑仙和 接空剑僧的一幕幕景象 正如青石剑仙所言 这些北冤狱的强者 手段极为残忍卑劣 撤 快 回北冤方 而同一时间 北冤狱阵营中 足有六道身影呼的掠起 朝北冤封上逃去 这一幕 发生得极为突兀 也让众人一头雾水 可苏毅清楚 那六人士 丽孝林的同伙 明显是察觉到不妙 才会在这一刻选择逃顿 晚了 苏毅语气淡漠 他袖袍挥动 六道剑气呼啸而去 那六个举狭净人物 无论逃得多快 皆被震杀当场 那血淋淋的死亡景象 让不知多少人胆寒 而温修竹的俏脸 早已是铁青一片 毛子中尽是怒火 可苏毅 却似浑然不觉 他抬眼一扫全场 道 现在 我来给他们定罪 说着 他只肩光雨浮现 勾勒出光幕 映现出一幕幕画面 画面内 映现出丽孝林等人 为了抢夺机缘 残害轻视剑仙 接空剑僧的过程 众人看到后 这才彻底明白过来 丽孝林等人的做法 的确 太卑劣 不知毁掉 接空剑僧的躯体 更将对方神魂都击成重伤 更令人发指的是 若非轻视剑仙逃得快 差点被废掉修为 东玄域阵营的强者 一个个义愤填膺 吸得只咬牙 这样的遭遇 让他们感同身受 过往那一段时间 凡是在外界探寻机缘的 东玄域强者 大多都被欺辱过 反观北渊域 南火域 西寒域的一些强者 神色或多或少 都有些不自在 这种情况 他们明显心知肚明 可很显然 在以前的时候 没有人当回事 就如丽孝林在 欺辱清世剑仙时所说 若非规矩约束 东玄域的强者 怕早被杀光了 可现在 随着苏毅的出现 明显不一样了 他今日强势出手 仙展西寒域天灵 仙宗的聂云文等人 再灭北渊域的 力孝林等人 一口气 杀了近二十位 举侠境人物 什么规矩 什么道理 统统都被苏毅 绝对的实力 踩在脚下 这在第一战场 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规矩 向来约束不了 存心作恶之辈 苏毅的声音 在这寂静的天地间响起 所以 我今天要立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 他声音微微一停 这才继续说道 竞争可以 抢夺机缘也可以 但 凡是用卑劣手段 岂如我东旋域强者之人 我苏毅必杀之 哄 东旋域一众强者沸腾 无不喜上眉梢 心绪激动澎湃 反观其他三大御界阵营的强者 都显得很沉默 这个规矩 倒也不错 任长青抚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他本以为 霸道如苏毅这种狠角色 必会立下一个 让他们这些阵营的人 无法接受的可可规矩 却不曾想 苏毅的规矩 会如此简单 仅仅只是为了庇护 东旋域强者不受欺辱 秦素新 温修竹等人 明显也很意外 这也的规矩 可比他们预想中要好很多 我说完了 只问一句 谁反对 苏毅环顾四周 天地寂静 四也无声 也无人应答 沉默 成为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此 坚人的一致做法 既然无人反对 我就当所有人都同意了 说吧 苏毅拎出酒壶畅饮一口 转身而去 自始至终 无人赶阻 可尚在半途 一道平淡如水的声音 呼得在北云峰山巅处的一座石屋内传出 苏道友 待我出关时 愈和你在街引道场上一掘高下 不知你意下如何 声传天地 直死沉中木骨在响彻 众人一正 旋即脑海中间浮现出一个名字 雨晨 北院玉领袖领袖人物 一个神秘低调的恐怖存在 当听到她的声音 任常青 秦苏鑫这样的领袖人物 都不由惊讶 露出一色 这雨晨 明显早已关注到此地发生的一切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她竟会主动提出 要在出关后 和苏伊进行对战 这还是预外战场出现到现在 与陈第一次决定出手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1502章 阿彩来访 雨晨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 苏伊原本不想理会 和玄机心中一动 当即顿足 她背对众人 头也不回到 你何时出关 雨晨那平淡如水的声音 再次响起 三个月后 只要挡住我一剑 便成全你 苏伊此话一出 全场一计 满作恶然 能被雨晨这等领袖人物 主动约战 对第一战场大多数修士而言 绝对是莫大的荣幸和认可 而要知道 自于外战场出现到现在 哪怕是秦素星 任长青这等领袖人物 都不曾被雨晨约战 可现在 苏伊确实根本没当回事 甚至似乎还对雨晨的实力存疑 我正在闭关 无法动手 雨晨的声音在天地间响起 若道友非要以此试探 可以等到我出关之后 也好 苏伊说着 一迈不来到东旋风上 而雨晨的声音 也就此沉寂消失 全场所有人 借心绪起伏 这一次 却被雨晨抢了一些风头 任长青暗叹 他可望找到可看对决的对手 苏伊之前展现出的实力 让他也为之邓荣 心中正有一团战火在沸腾 原本 他还打算挑个日子 去找苏伊论到争锋 一决高地 可不曾想 却被雨晨抢了先 还好 雨晨要在三个月之后出关 在此之前 有大把的机会去找苏伊对战 任长青暗叹 想到这 任长青呼地将目光 看向远处的秦素心 传一问道 秦道友 冒昧问一句 今日面对苏道友的杀戮 你为何会隐忍不发 据他所知 秦素心的实力 远不像之前表现的那般平庸 秦素心眼神冷淡 道 与你何干 他转身而去 其实 正如任长青揣测那般 他一直有所保留 哪怕被苏伊激募 可最终 他还是选择隐忍不发 原因有三 一 在今天的局势中 他被自己阵营的人利用了 这让他颇为震怒 在面对苏伊时 以自觉理亏 正因如此 哪怕苏伊杀死 念云文等人 和秦素心 并不感到多难堪 这些欲托拿他当刀使的家伙 本就该死 二 他不想当出头鸟 无论是任长青 还是温修竹 都想借今日之局势 用他秦素心的手 来称量苏伊的实力 他自不会让对方如愿以偿 三 苏伊的实力的确很恐怖 炒乎想象的强大 像温修竹这等天之娇女 竟都不抵苏伊一拳之威 这也引来秦素心空前的重视 不愿因为自己阵营那些不开眼的角色 就和苏伊彻底敌对 划不来 归根到底 彼此无冤无仇 何须不死不休 所以 秦素心最终没有再还击 而是选择隐忍 果然 但凡能成为狱之领袖的角色 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任长青皱了皱眉 玄机 他吩咐身边之人 传信告诉咱们南火狱所有人 自尽以后 谁再敢针对东玄狱的人 做一些卑鄙下作的事情 后果由他们自己承担 北渊风之巅 雨晨闭关的时务之前 师兄 我着实想不明白 之前你为何要阻止我出手 温修竹立在石屋前 愤愤不平道 这一下好了 让他性俗地出尽了风头 石屋内 传出雨晨平淡如水的声音 你不是他的对手 温修竹道 这可不见得 千来域外战场时 我以秘书封进三城修尾 出此 还掌握有起码三种底牌 您当初也说过 若是拼命 以我的实力和底牌 足可对抗雨晋先人 哪可能拿不下那姓苏的 雨晨清笑一声 道 修竹 你的底细 我一清二楚 可别忘了 你有底牌 那位苏道友焉可能没有 温修竹皱美 道 那你如何断定 若是拼命 我就必输无疑 之前的厮杀中 他的确被苏义一拳震退 可他自存若拼命 不见得拿不下苏义 雨晨道 直觉 直觉 温修竹恶然 待我出关后 和那苏义一决高低的时候 你自然清楚 雨晨道 师妹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要告诫其他人 莫要再触犯那位苏道友 温修竹心中 欲发不是自卫 道 师兄 你也认可了他所立下的规矩 他所立下的规矩 并无过错 甚至 称得上胸襟磊落 格局超然 我又怎会不认同 见来 雨晨雨晴平静 更别说 我们和他并无仇怨 充其量 只能算是大到路上的 竞争对手罢了 说到这 雨晨寺不愿多谈 道 去吧 温修竹沉默片刻 便转身而去 十屋内 残灯如豆 光影斑驳 除了一张蒲团 再没有任何摆设 简陋无比 雨晨盘膝坐在蒲团上 他身影消瘦 身着道袍 面容棱角分明 眉梢眼角 有着一抹坚毅如铁的神韵 此时 这位北渊与举霞镜中的领袖人物 手握一块黑色玉石 心中轻语道 那苏义 真有那么恐怖吗 掌心出 那块黑色玉石微微颤抖 浮现出一缕缕淡金色的光影 而后 一道温泉如酒的声音 从黑色玉石中传出 只论实例 我无法得知 若拼底牌 说到这 那温泉的声音沉默了 雨晨却自已经明白过来 道 你 也不是对手 那温泉的声音道 不 我必死 雨晨 这一次 轮到雨晨陷入沉默 虚久 他牟子身处隐隐 有锋利的芒光在涌动 越来越璀璨 越来越灵力 到最后 他没捎眼角都浮现出 射人的灵力之意 他收起那块黑色玉石 指尖在身前轻轻一抹 似要斩断神吗 而后 他搓了搓指尖 沉边浮现一丝笑意 道 越来越有意思了 三天后 灯寻风之巅 一座殿宇内 行的 不出一个月时间 捷空道友 当可以修复神魂 到时候 由他自己来 重塑道区便可 盘膝而坐的 苏意长途一口浊气 在他身前 悬浮着一个 形似残茧的光团 光团上覆盖着 奇异繁密的 封印密纹 这是由 诸神秘术 所凝聚的封印 光团内熔炼着一批 滋养神魂的神药 而捷空剑僧的残魂 就被蕴养在其中 太好了 若非道友 揭空这老家伙 怕是很难在如此 短时间内重塑神魂 青石剑仙露出喜色 苏意将光团 递给青石剑仙 笑道 接下来 就由你来照看他吧 青石剑仙连忙接过来 痛快答应 苏意则长身而起 道 我打算去外界走一走 顺便搜集一些 举霞神髓 说着 他已迈不朝 大殿外行去 举霞神髓 是第一战场 一等一的造化 对举霞境 人物的修行 有着不可思议的妙用 但同样的 对苏意的修行 也有着莫大弊意 完全可以视作 一种稀罕的 修炼资源来用 可还不等行动 便由人前来拜访 那是一个少女 一袭霓裳 灵袖明媚 五官精致如画 眉心还有着一道 蛇吞尾的神秘印记 赫然是阿采 苏道友 好久不见 阿采笑阴阴打招呼 苏意也笑了 道 的确是好久不见 一千十号 他就已猜测出 阿采乃是一种 极为罕见的 先天先残所化 执掌不朽之力 而如今 继承第六世 王爷的阅历后 让他进一步了解到 阿采的身世 是何等特殊和超然 严格而言 阿采应该是由 不朽仙残 这等先天灵胎所化 在仙界国王 那漫长岁月中 不朽仙残 这样的先天生灵 也仅仅只出现过数次 罕见无比 有关不朽仙残的传闻 更是充满神秘色彩 连当初立足在 仙道之巅的王爷 也都没见过 这等天生地养的 先天生灵 不过 王爷曾行走 诸多纪元世界 曾在无知纪元的 一部古老的 石刻图谱上 见到过有关 不朽仙残的记载 据说 不朽仙残 亦如时空之子 执掌不朽傲义 可在毁灭中不断新生 亦如不死不灭 坏而言之 哪怕杀死不朽仙残 这等先天生灵 也可以逆转生死 成活过来 简直就是逆天 王爷也曾心动 欲寻觅不朽仙残 试图获取不朽仙残 所掌握的不朽之力 遗憾的是 王爷未能如愿以偿 略意寒暄 苏仪了解到 原来阿才早在 域外战场 开启的第一时间 就已抵达第一战场 过往那段时间 一直在血色荒原 深处探寻一桩造化 我此次前来 是想请道友出手 助我获取那一桩造化 寒暄之后 阿才表明来意 苏仪饶有兴趣到 什么造化 阿才眨了眨水淋淋的美眸 笑容神秘到 一株诞生在 虚烟仙雷本园中的 混沌神物 等到了地方 道友一看便知 当然 我不会让道友白帮忙 等获得这桩造化之后 咱们对半分 苏仪略以思寸 就他应下来 当天 苏仪便和阿才一起 离开了东旋风 同样也在当天 那神秘的女枪客匆匆来到接引之地 那姓苏的家伙离开了 女枪客略一打探 就找到了黎中 问道 苏仪去了哪里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一千五百零三章 扎混沌 夜可裁天 被女枪客那淡紫色的眼眸盯着 离中几乎有窒息之感 心神都有崩溃的迹象 他连忙道 苏大人行踪姚渺 放肆神龙见首不见尾 老朽可着实不清楚苏大人去了哪里 女枪客我了一声 道 若是吼让我知道你撒谎 我必在你咽喉处戳一个血窟窿 说吧 他转身而去 离中顿时如是重负 擦了擦额头冷汗 这女人是谁 为何以前都没有见过 简直也太可怕 血色荒原深处 那座雄魂巍峨的大山沐浴 在汹涌如潮的雷霆闪电中 毁灭气息四女 令虚空都在扭曲崩坏 蓄烟先雷 远远的 苏一惊讶出声 他可没想到 这种在仙界都极为罕见的雷霆力量 竟会在这第一战场中出现 这就是域外战场的特殊之处 阿采星谋如幻 与生历历道 他贯通在人间和仙界之间 无可替代 某种意义上而言 域外战场的存在 要比仙界其他地方要更重要 苏一身以为然 在仙界 通往人间的路径并不多 而像域外战场这样 贯通在人间和仙界之间 能够让举霞进强者飞升的地方 就更少了 翻团贪乎打扛 你说的那一桩造化 就位于此山之上 苏一抬眼望向远处那座 沐浴在虚烟仙雷中的大山 不错 就位于山顶崖畔之处 那里有着一座雷池 汇聚着虚烟结雷的本源 而那一株混沌神物 就酝氧在其中 阿采说到这 刘夜市的秀眉微醋 可要想夺得这桩造化 却极为困难 之前那段时间 我尝试过多次 每次在抵达山顶时 就会被一股神秘的混沌 规则力量阻挠 强行去闯 必会被震退 我甚至怀疑 那山顶靠近雷池的位置 似是一块被某位 强大人物画下的禁地 听到这 苏一眉头微挑 当即说道 走 去看看 好 阿采率先带路 当抵达那座大山前 阿采纤细地指尖一画 一道流淌着不朽神韵的 浑源神环浮现而出 顿时挡住了那滚滚 虚烟仙雷的冲击 而后 他和苏一静字朝山顶行去 沿途并未遭受什么凶险 可当快要抵达山顶地带时 虚烟仙雷的 威能已变得狂暴无比 直死绝堤洪水般冲下 轰的阿采身前那一道不朽 神环剧烈震颤 蓬蓬作响 阿采明显已经很吃力 精致美丽的小脸上 浮现出凝重之色 飞快道 道友你看 那就是虚烟仙雷的本源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就见山天涯盼位置 雷暴汹涌 隐约可见一个仗取范围的雷池 汹涌的虚烟仙雷 化作江夜 在雷池内翻腾起伏 一眼望去 雷芒刺目 毁灭七夕四女 那附近的虚空都呈现出一种崩坏 塌陷的迹象 那一株混沌神物 就晕仰在雷池底部 阿采眸光灼灼 之前我已多次探寻过 那混沌神物一丝是一株草 草 苏毅一正 他运展神通秘术 谋占悬傲光泽 试图窥破那一座雷池底部的秘密 可出乎他意料 那雷池附近竟覆盖着一种 极为禁忌的规则力量 完全阻止了他的神通和感知 道友应该也已察觉到 那雷池附近有一道禁忌规则 明显和这域外战场的规则力量不一样 阿采道 之前我每次要靠近那座雷池 就会被那一道规则力量扫中 空手而归 苏毅谋光闪动 道 若我猜测不错 那极可能是一股神道法则 神道法则 唯有神明才能掌控的大道力量 阿采深随漂亮的谋咪了咪 道 我之前也有所怀疑 却无法想象 神明的力量 为何会能潜入域外战场 的却有古怪 苏毅略以思寸 道 你继续前行 我来对付那一道禁忌力量 他曾不止一次杀过神使 也曾和神明的意志力量交手 经验不可谓不丰富 也很清楚该如何对抗这等力量 好 阿采全力运转那一道不朽神环 继续前行 很快 两者已迎着狂暴的虚烟仙雷力量 抵达山巅位置 而当要靠近那座雷尺时 一变陡声 一道禁忌规则涌现 化作刺目的神宏 直似审判之刃 朝走在最前边的阿采展来 阿采心中战力 毛骨悚然 哪怕他不止一次和这等力量对抗 可依旧感到扑面而至的致命危险 苏毅冷哼一声 掌指握拳 猛地砸出 哼 那一道禁忌规则力量直接崩碎 阿采一呆 这么容易就破解了 走 苏毅催促 阿采连忙上前 轰隆 一道道禁忌规则涌现 民散出的气息 足可让仙道人物感到胆寒 可在苏毅面前 却显得不堪一击 随着他拂袖挥拳 催枯拉朽般 轰碎那些禁忌规则力量 一路势如破竹 这自然是久欲见气息的妙用 很快 两人就抵达那座雷池前 也就在此时 苏毅看清楚了雷池底部的那一株混沌神物 雷霆所化的池水汹涌起伏 而那一株混沌神物就运生在雷池底部 他形似一株寻常可见的野草 材质许高 生有三片形似利剑般的叶子 在雷池中摇曳生姿 他通体成金色 金莹如玉 每一片叶子皆似神经鲜玉打磨而成 阴云出一缕缕刺目的寒芒 直死绝是利剑般设人 财天草 苏毅惊讶 传人中 世间有一种混沌神物 名幻财天草 被视作可遇不可求的先天神物 此宝更有根扎混沌 也可财天的美誉 而在剑修演中 财天草绝对称得上是 诸天上下最珍惜的先天剑胚之一 若能以财天草的一片叶子铸剑 绝对能练出一柄微能莫测的矿石神兵 不过 这等宝屋太过稀罕 在人间界根本就见不到 因为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绝技 成为一个缥缈的传说 再无人的见 就是割在仙界 似这等瑰宝 也称得上万年难遇四字 若是出现 必会引发仙道人物疯狂争抢 掀起血鱼兴风 而现在 这等混沌神物 出现在了虚烟仙雷的 本源力量所化的雷池地步 这让苏义都不禁心动 根本无庸置疑 这绝对是一桩天大的造化 这株神物生有三叶 岂不是意味着 它扎根在此地 最少也将近十八万年 苏义轻语 传人中 财天草每六万年 才能生出一片完整的叶子 这可真是天生地养的绝世瑰宝 苏道友 我来动手采鞋此宝如何 阿财也很喜悦 过往那段时间 他不知失败多少次 可现在 随着苏义加入 这一桩机缘已拓手可得 好 苏义微微汗手 当即 阿财静自前行 来到雷池一侧 掌尖浮现出一条 弥漫着不朽气息的丝绳 轻轻一抖 就掠入雷池底部 咔嚓 财天草摇曳 一缕金色锋芒乍蟹 竟将那一条丝绳斩断 阿财吃了一惊 还不等他反应 财天草呼的剧烈一颤 竟拔地而起 从那座雷池中飞了出来 朕 苏义章指尖迎绕 玄尽法则力量 猛地按下 财天草摇曳 涌现出璀璨刺目的金光 一举破开玄尽 法则的禁骨 朝天穷上掠去 也就在这一刹 苏义终于看清楚了 并不是财天草通灵逃走 而是在财天草的根部 挂着一枚细小的钩子 形似鱼钩 近乎透明 而鱼钩上 赫然有着一缕 纤细若牛毛的丝线 有人早已埋下钩子 要将这株混沌神物 调走 苏义眼眸微眯 他来不及多想 第一时间出手 无止个空一抓 将那一株 财天草牢牢钻住 财天草剧力摇晃起来 似于挣脱 有人要把它调走 阿财也看到 那一缕细入牛毛的丝线 牵引着挂在财天草的鱼钩 试图挣脱苏义的禁骨 将财天草调走 出此 那一枚鱼钩爆战出 刺目的禁忌规则力量 直接朝苏义展去 哄 天地巨颤 十方虚空塌陷 那鱼钩的威能 竟是超乎想象的恐怖 紧紧气息 就让阿财浑身倒横 被彻底压制住 无法动弹 简直和戴在羔羊没区别 不好 阿财俏脸顿便 这一刹 苏义眸子中冷芒一闪 直接催动九玉剑的气息 当空横扫 哄 天摇地晃 恐怖地毁灭波动四女 那鱼钩释放出的禁忌规则力量 直接被扫荡一空 随着苏义扁指一画 那一缕近乎透明的丝线 被直接辗转 挂在彩天草上的鱼钩寺 失去力量般 彻底沉寂不动了 而财天草则从半空中坠落 被苏义抓了过来 一系列动作 一气呵成 若稍慢一步 这一桌可遇不可求的西式珍宝 究极可能会被人彻底收走 阿财如是重负 他漂亮的谋望向天穷深处 轻语道 刚才那一缕丝线 也不知是从何处而来 又是哪个家伙忽然出手 要抢走这桩机缘 着实古怪 严格而言 应该是我们在抢那家伙盯上的机缘 苏义目光盯着彩天草根须位置 那枚鱼勾明显早在很久以前 就已勾在那里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504章 因果反噬 阿财略一思寸 就明白过来 之前 这雷池附近覆盖着一股疑似 来自神明的禁忌力量 而这鱼勾般的宝物 则勾在那财天草根部 可以预见 这财天草的确早已被 那位神明般的存在盯上 阿财说道 而刚才 我们采现财天草时 明显惊动了对方 才会让对方出手 欲守走财天草 苏义汉守道 应当如此 苏道友 你可注意到 之前那一缕牵引鱼钩的丝线 究竟通往何处 阿财问道 苏义晨吟道 那一缕丝线 极可能穿梭在虚无的时空之间 并且 若这一切真的是有某个神明布局 那么 那一缕丝线的另一端 极可能掌握在那个神明手中 阿财的灵谋悄然一宁 之前 是神明在出手 不过可以断定的是 对方无法进入域外战场 只能以那一缕丝线和鱼钩来收取财天草 这就像林渊钓鱼 人在岸上 不敢贸然进入水中 苏义飞快道 说话时 他已从财天草上取向那一枚形似鱼钩的宝物 瓷宝的确和鱼钩没区别 近乎透明 鲜细若牛毛 当苏义指尖摩索瓷宝时 几乎都有被针扎般的刺痛感 一滴血一出 顿时被那鱼钩击取 以他自身的护体力量 竟都没能挡住 望 鱼钩悄然发光 冲出一缕极为虚幻的身影 这是一名不抛老者 面容轻渠 虚发潦草 身后映现无尽星空 有一万星辰在其中循环 这 阿采心中一鳞 如临大敌 那不抛老者的身影虽然无比虚幻 可散发出的气息 却无法想象的恐怖 不抛老者眼眸深沉若渊 似天神在下达之一般 声音威严道 敢强夺本座的宝物 不管你是谁 他日必遭因果大劫 苏义眸子中浮现一抹不屑 一拳轰过去 碰 那不抛老者的身影直接炸开 化作漫天光与消弥 阿采 苏义轻声道 那老东西只是一缕气息而已 连一只力量都谈不上 根本不足为虑 阿采眼神古怪 哪怕只是一缕气息 可也能推断 那必是一位真正的神明所留 绝非寻常修饰可以撼动 可苏义道好 直接一拳轰碎了对方 这鱼钩很特殊 疑似是真正的神级灵才炼制 苏义轻语 鱼钩已暗淡无光 毫无气息波动 可让苏义惊讶的是 任凭他全力出手 竟都无法捏碎此宝 并且经过他端详 这鱼钩的才智 远比仙道灵才更为神异 若道友喜欢 不妨留下旧事 阿采奄然笑道 到了此时 他已彻底意识到 这次若不是苏义 以他的手段 根本夺不到这一株 早已被神明盯上的裁天草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苏义说着 既出补天炉 当空一点 补天炉轰鸣 开始汲取那一座 雷池内的虚烟仙雷本源力量 阿采翘生生立在一侧 水淋淋的眸凝视着补天炉 偶尔会描苏一眼 若有所思 浩浩 荡荡的纪元长河 贯通在虚乎的无尽之地 一个轻瘦的身影 盘西坐在位于 纪元长河之盼的倒台之上 他一袭不刨 面容轻渠 虚发潦草 而在他脑后 浮现一方浩瀚星空 有一万星辰垂拱其中 趁得他如若无上主宰般 而在他身前 则搁着一只黑色的鱼竿 鱼竿约莫三丈长 粗如而必 其上镌刻着繁密玄傲的规则密文 而在鱼竿顶部 则吹落万千条鱼线 每一条鱼线 皆细弱牛毛 蔓延向纪元长河中 一个人 独坐到台之上 垂掉纪元长河之上 那样的画面 无疑太过震撼人心 不跑老人 肆意枯作无尽岁月 像一块窥然不动的岩石般 任凭那纪元长河奔腾流淌 一动不动 呼的 那黑色的鱼竿猛得一沉 就见其中一条鱼线绷紧 坠得鱼竿都随之倾斜 不跑老人 悄然睁开眼眸 鱼儿上钩了 不对 那一缕因果线 早在十八万年前的时候 就已掉到了一株 刚刚诞生出来的 混沌神物柴天草 眼下 还需要六万年的时间 那一株柴天草 才能诞生出四片叶子 也唯有到那时候 柴天草才算成熟 可以视作一块先天神针 炼化其中蕴含的先天道纹 可现在 那柴天草明显出了问题 竟有人破开我的因果之境 要夺走柴天草 不跑老人惊讶 他抬手拿起鱼竿 随着手腕扬起 鱼竿和那一条紧绷的鱼线之间 顿时撑起一道弧形 可下一刻 伴随碰的一声闷响 那一道鱼线断掉 整个鱼竿都随之剧烈震荡了一下 不跑老人脸色一沉 他左手探出 掐指推算起来 原来是与外战场重现在了人间界和仙界之间 怪不得会发生如此变数 不对 举霞镜角色 可根本破不开我的因果线 而以因果勾的力量 灭杀举霞镜修饰和碾死地上蝼蚁也没区别 想到这 不跑老人眼眸威宁 他从袖袍取出一个染着血字的龟甲 直接按在旗上 而后整个人神色也变得庄重严肃起来 本座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方神上 干斩我的因果线 夺我的柴天草 不跑老者深呼吸一口气 身沉弱九游大渊般的毛子中 浮现出骇人的幽冷神王 翁 一缕奇异的规则力量 从他指尖掠出 涌入那一块染血的龟甲之上 顿时 龟甲轻颤 那星红的血字之似燃烧般 浮现出一幕幕光怪陆离的画面 画面先是映现出域外战场 而后映现出第一战场 血色荒原等景象 直至映现出那一座覆盖在 虚烟陷雷之下的大山时 隐约间 一夕已经能够看到 在那山殿位置立着两道身影 无比模糊 只能分辨出是一男一女 眼见就将浮现出下一幅画面 就在此时 哼 一切画面崩碎瓦解 那染血的龟甲似遭受到可怕的打击 骤然俱颤 咔嚓一声 一道裂痕出现龟甲之上 和足答案二 而不跑老者脸色大变 蒙得咳出一口血来 扑 血水洒在龟甲之上 星红是人 而不跑老者那轻渠的脸庞 已变得苍白起来 眸子中不可一致地浮现出 经济震怒之色 轮回 唯有轮回之力 才能不受因果牵连 无法被玄武命甲占卜出来 轮回应接着 又是你 不跑老者眉头紧锁 神色阴晴不定 他手中的龟甲 明幻玄武命甲 和占卜周天机运 推演因果之术 从而窥似到当时发生的一些因果 可也有在占卜时出现失败的例子 尤其在占卜和轮回有关的因果时 更是会遭受反噬 在很久以前 不跑老者就曾两次推演过轮回的事情 第一次 让他契机受损 大到根基遭受冲击 以身修为境界都差点被打落 直至花费了近万年时间 才勉强恢复元气 而第二次 他严阵一旦 小心准备了诸多抵挡反噬的宝物和秘术 本以为 足可推演出和轮回有关的一些蛛丝马迹 可不曾想 依旧失败了 并且 他所准备的防御手段 完全形同虚设 让他再度遭受到反噬 并且比上次更严重 像玄武命甲上染着的血字 就是当初他遭受反噬所流 再也无法抹去 并且 也是那时候 让玄武命甲遭受破坏 被腐蚀了一脚 也让他心疼至今 每每想起 都耿耿于怀 而现在 不跑老人万没想到 竟会在推演抢夺财天草的那个贼子时 竟再次遭受反噬 他不止遭受重创 连玄武命甲都出现一道裂痕 这让不跑老人如何不恼 福祸相依 因果相成 我虽再度遭受重创 可以因此 冥冥中让我误打误撞之下 获知了那轮回应截者的线索 不跑老人心中自语 既然他出现在第一战场 可以预见的是 他必然是要前往仙界 当初 那些疯子为了阻截轮回应截者的修行之路 不惜在仙界掀起一场浩劫 毁掉了仙界的一切秩序 而历经漫长岁月的沉寂 反倒让仙界产生了不可预测的变数 这也就意味着 仙界以后的变化 注定将脱离掌控 再没人能染指和干涉仙界的规则之力 不过 只要知道那轮回应截者将要前往仙界 于我而言 已经足够了 这 就是仙机 想到这 不跑老人没烧间的恼怒之意 悄然被一抹惠莫如深的笑意取代 略以私存 他拿出一道浮罩 在半空轻轻一晃 吃 浮罩猛地燃烧起来 很快 一道光幕随之浮现而出 光幕内 映现出一个贵夫在地的身影 宫经说道 奴仆伤别离 叩见神尊 这是一个紫袍金带 位于十足的中年男子 可他此刻却虔诚的信徒般跪在那 声音谦卑而恭顺 透着一丝狂热激动的味道 本座当初让你在仙界所建立的势力 如今如何了 不跑老人问道 威严如主宰 那身影公公静静说道 回禀神尊 属下所执掌的云姬仙府 一同遇仙界三周之地 在如今的仙界 当可算得上帝一流的势力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瑜 演播 摩仙 摩逆 第一千五百零五章 一触即发 继缘长河之盼 不跑老人盯着光幕中 那贵夫在地的紫袍男子 道 仙界四十九周 而本座在过往岁月中 曾赐予你诸多力量 到如今 你却仅仅只统一三周之地 声音中 也流露出一丝不满 紫袍中年浑身发僵 他名孙肖成 云姬仙府的长教 可在当今仙界 绝对是巨拨般的大人物 可此时 却显得很忐忑 回禀神尊 如今的仙界顶级势力 背后接战有神明 像那位于荆州的太清教 位于象州的莲华寺 位于华州的仙族汤氏 孙肖成一口气 爆出多个顶级势力的名字 这才说到 每个大势力 都有着不容小区的底蕴 尤其是太清教 其老祖血小子 乃是仙界首屈一指的通天大能 在其授意下 太清教掌教齐聂以扬言 要重建中央仙庭 不等说完 不跑老人一打断道 够了 莫要再为自己找借口 孙肖成贵符在地 额头直冒冷汗 不跑老人道 本座此次找你 是有一件事要你去做 还请神尊吩咐 孙肖成连忙道 本座的一枚因果沟 一落在了域外战场 被一个还未成仙的人获得 不出意外 他很快就将前往仙界 而你要做的 就是把他抓住 不跑老人语气淡漠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必须将其活擒 记住 这次行动 端不能走漏风生 也绝不能泄露和此事 有关的任何内幕 谨遵神尊之命 孙肖成肃然应允 不跑老人取出一块密符 用因果线缠绕 似抛制鱼线似的 扔进了那一道光幕中 顿时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 那块密符 竟是相隔着光幕 出现在位于仙界的孙肖成身前 密符内 记载着一种密术 和一门神阵 凭借那一种密术 可感应到因果沟的气息 而不是像那座神阵 则可以向我献祭 等抓住那贼子之后 你就不是像这座神阵 将那贼子送入那座神阵便可 不跑老人再次开口 出此密符内运着本座的一股意志力量 若遇到不可化解的危机 将其捏碎 本座自会助你一臂之力 若 孙小成恭敬领命 姿势体大 万不可有一丝马虎 不跑老人眸光深沉 鱼气也无比装作 失灵之后 本座自会赐你一种梦寐以求的造化 可若半砸了 他眸子深处 涌现冰冷射人的寒意 本座会让你真正体会一下 何为神罚 一屋替 CC 孙小成浑身一颤 郑重说道 神尊放心 我必不顾性命 全力以赴 哼 光幕消散 不跑老人手窝黑色鱼竿 陷入沉默 半想 他摇了摇头 心中暗道 那轮回应 接着非寻常可比 太过特别 绝不能仅仅只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小的仆丛身上 想到这 不跑老人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取出一块星红的玉佩 黑幕 不跑老人轻语 星红的玉佩呼得亮起一团光 响起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 天觉失手有何吩咐 去仙街走一趟 给我办一件事 好 第一战场 那座大山之巅 轰隆 补天炉轰鸣 摇摇晃晃 似喝醉酒般 虚酒 补天炉才缓缓沉寂下来 而那一池子的虚烟线雷本源力量 已被补天炉彻底收取一空 整座大山上覆盖的虚烟线雷都渐渐消失不见 这株裁天草的叶子 我只要一片剩余的归你 苏义道 等炉内的虚烟线雷本源彻底练化 也会分你一半 阿才爽快答应 分完宝物 苏义这才问道 对了 你此来这预外战场 莫非也打算前往仙界 阿才摇头道 我是来探寻纪元的 正如我之前所言 与外战场很特殊 藏有人间界没有的造化 就像这才天草 便是其中之一 苏义顿感兴趣 道 你还知道什么造化 正在找 阿才无奈式地说道 之前被这才天草耽搁搁了太多时间 接下来 我会继续去找 说着 他笑盈盈道 当然 到时候若真有收获 我自会分道有一份 苏义一正 刚要推辞 阿才翘声声说道 还记得我当初跟你说的吗 下次见面 定要送你一个惊喜 这才天草自然不算 所以 你莫要着急拒绝 苏义笑道 也罢 我拭目以待便是 他其实很掩忏阿才所掌握的不朽之力 毕竟 这可是一种足以让自身近乎不死不灭的大道力量 拥有不可思议的妙用 连第六十王爷 毕生都不曾获得这等力量 引以为害 不过 他更清楚 这是阿才独有的力量 也不适合去所要 两人正字交谈 远处呼地响起一道声音 姓苏的 总算找到你了 声传天地 苏义抬眼望去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一袭麻衣 身影修长 吴黑长发以红绳束缚为马尾 面容则被一张青铜面具覆盖 只露出一对淡紫色的眼眸 赫然是那神秘的女枪客 原来是你 苏义一正 游记得他最后一次和这女枪客 见面时 还是在大黄天下 当时 这女枪客曾言 三年之内 与外战场必会出现 而他则会再来找苏义 而现在 他来了 只不过见面的地点 是在这第一战场 很意外嘛 我早说过会找你报仇雪耻 女枪客双手环抱挺拔傲人的胸前 但紫色的眼眸透着两翼 苏道友 他是你的仇人 阿彩低声问道 他精致名秀的小脸 尽是凝正之色 自是看出这女枪客是一个极不好惹的角色 谈不上 苏义笑了笑 姑且只能算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 女枪客 毛子一瞪 杀其疼疼 可玄吉 他的注意力就被阿彩吸引 先是一阵 玄吉顾不得找苏义的麻烦 惊讶到 不朽仙残 则 没想到 在这第一战场 竟还能碰到如此稀罕的先天生灵 阿彩被他那淡紫色的眸盯着 浑身都一阵不自在 醋眉道 阁下不绝的 这样盯着人很不礼貌 女枪客笑起来 眼眸亮晶晶的 透着火热 小丫头 你跟我走 以后保管让你吃香喝辣的 就是蝶变风神 也绝非难事 他言之凿凿 明显看中了阿彩 完全都不理睬苏义了 蝶变风神 苏义若有所思 看来传闻是真的 不朽仙残 若成长起来 当其化蝶之时 便是正道风神之日 我可不稀罕 阿彩撇了撇粉韵的唇 那可由不得你 女枪客黑黑笑起来 只似色中恶鬼狼 盯上了绝世大美人般 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 苏义看得都直皱眉头 颇感错愕 在他印象中 这女枪客霸道 神秘 超然 清冷傲诀 可现在 怎么忽然变得如此猥琐了 苏义语气淡然道 有我在 可不会让你猥琐欲为 女枪客顿时不满地 扫了苏义一眼 道 我可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反倒先叫嚣起来 真当我这次前来 是跟你闹着玩呢 苏义审笑道 你放心 我从来不开玩笑 女枪客思存道 这么说 我要带这小姑娘走 就必须先打败你咯 你可以试试 苏义眸光深邃 女枪客直接道 也好 只要你赢了 我就不再打那小姑娘的主意便是 她杀气腾腾 但紫色的谋中汹涌着战役 对了 你如今是什么修为 女枪客呼地上下打量着苏义 道 奇怪 连我都无法看出你的修为境界 你这是修炼的什么秘术 何道境后期 苏义没有解释 随着运转修为 一股气息从身上弥漫而开 女枪客 但紫色谋犯极优秀神秘的神王 但向苏义片刻 道 一确是何道境层次的修为 不过 你的修为气息却很独特 和我见过的任何何道境修饰都不一样 着实古怪 苏义道 怕了 呵 女枪客冷笑 放心 既然是报仇雪耻 我可不屑在修为境界上压你 说着 她周身的举辖境的修为悄然一变 直接化作何道境后期的修为 这对自身境界收放自如的一幕 看得阿彩都不禁暗惊 意识到这女枪客的恐怖 而苏义某子身处 也是悄然涌起一抹亮泽 那是一种久违的战役 是未有遇到劲敌时 才会被唤醒的战斗欲念 门心自问 从今是修行至今 在同境置敌中 这神秘女枪客绝对是她见过最强的对手 没有之一 要想当初在大荒天下的那一战 哪怕她最终打败了这女枪客 可也无比狼狈和惨烈 而现在 这女人竟找上门来宣战 这对苏义而言 根本就无法排斥 反倒感到很惊喜 苏道有她 似是很期待和这女人打架 阿才米瑞察觉到了苏义气息和眼神的变化 不禁疑惑 有些猜不透 苏义和女枪客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是敌人 却不像 说是朋友 明显不可能 着实奇怪 而此时 苏义和女枪客遥遥对峙 两者眼神中 皆有汹涌的战役在点燃 大战 一触即发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华语网络文学频道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作者小锦鱼演播摩仙摩逆 第一千五百零六章钓鱼老 天边漂浮的一朵阴云 悄然崩碎成丝丝飞絮消弭 虚空似汹涌 虚空四胸涌的海浪在急剧起伏 大地上无数密集的碎裂声响起 岩石草木皆崩碎成粉末 连地面都出现无数军力的性命裂痕 一股肃煞恐怖的氛围在这方天地弥漫 压抑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 苏语却似浑然不绝 大人出声 阿采 你且让开 阿采抿了抿粉韵的唇 便挪一道远处 而这一瞬 女枪刻悍然出击 纵身迈步 右臂四大枪刺出 五指如枪锋 撕裂长空 朝苏语咽喉刺去 简单直接 干净利索 毫无花哨可言 和这一技之威 似撼动这片乾坤 压他十方虚空 苏语不闪不闭 迎了上去 他一跑鼓荡 掌指捏拳 横空砸出 同样很简单 很直接 和这一拳的力量 直似天剑扫六合 自由勇往无前之势 咚 天地巨颤 苏语和女枪刻的身影 交错分开 而在两者碰撞的地方 虚空塌陷崩块 毁天灭地般的力量 洪流 这才轰然席卷而开 还未等站稳 两人皆快若闪电 班再度出手 刹那间 便交手上百次 每一次交手 就似两位爵士战神 在厮杀 凿破长空 碾碎山河 杀得天地间 一片动荡 混乱的景象 两者皆持守空拳 以各自实力对战 因而 这一场厮杀 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道争锋 苏语已见到造诣出手 拘手投足 剑气交错 每一击街内运着恐怖无边的杀伐气息 而女枪刻自然最擅长枪道 她的攻势大开大合 迅猛霸道 诸般不可思议的秘法和神通 被她融入枪道之中 随意一击都能轻松 轰杀当时那些举狭境人物 可面对苏语时 却处处碰壁 蓄于事件后 眼见久攻不下 女枪刻眸子中锋芒一闪 望得纵身一跃 身影前冲 双臂如交错的枪风 朝苏语咽喉脚去 苏语一拳破开对方攻势 砸在女枪刻肩膀上 和女枪刻不退反镜 双手如缠绕的腾烂般 蒙得缠住苏语的右臂 狠狠一拽 同一时间 她右腿提起 朝苏语腹部撞去 苏语眼皮一跳 左手朝下一抄 就拦住女枪刻撞来的右腿 而苏语那被女枪刻 缠住的右臂 则四灵蛇出动 沿着女枪刻挺拔傲人的胸膛 朝她咽喉刺去 无奈之下 女枪刻放开双手 挥避格挡 才抵住苏语这次想咽喉的一击 而后 她的身影在半空中旋转 左腿似长边般扬起 朝苏语头颅砸去 苏语冷哼 不闪不闭 长之捏隐 与之硬汗 哼 震天的闷想传出 苏语身影微微一晃 而女枪刻则被震得倒腿出去 这家伙的和道镜修为 未免也太强了吧 女枪刻醋美 这女人的确可撑得上是可堪一战的对手 真不错 苏语暗道 下一刻 两者就再次杀成一团 战况也愈发激烈起来 远处 阿才看得心惊肉跳 脑袋都有些猛 这真的是和道镜层次的对决 怕是换作任何举下镜人物在此 都挡不住苏语和那女人的一击 这实在匪夷所思 任何人见到 都注定不敢相信 在和道镜层次 可以拥有如此逆天的战力 轰隆 天地间一片崩块动荡的景象 半刻钟后 苏语一掌拍出 事如破竹 一举将女枪刻击飞 旋即 苏语身影一闪 已来到女枪刻身前 再度出手 明显要一股作欧气 将女枪刻彻底拿下 女枪刻似彻底被激怒 劈手一掌朝苏语的脖梗切去 苏语一声闪笑 挥拳下压 直似抱起深山砸落人间 是大力臣 一举将女枪刻的反击尽数压制 可这一瞬 出乎苏语意外的一幕发生 女枪刻竟不管不顾 硬生生挨了他这一拳之后 身影如一道深红般冲来 修长的右腿扬起 似一杆大枪当空披露 霸道无边 虚空都被劈出一道 触目惊心的力寒 碰 苏语的肩膀挨了一技 一身护体力量都被烘碎 肩部血肉蹦剑 骨头都差点被劈断 女枪刻也不好受 她之前硬挨了苏语一拳 腹上更重 难受得差点咳血 而趁此机会 苏语左手一把抱住 女枪刻披露的右腿 右手如剑锋般 削向女枪刻驳岗 EUTCC 女枪刻鲜柔地腰肢一拧 左腿朝苏语搏梗脚去 可不曾想 苏语身影猛地朝前前冲 顿时朝她双腿之间冲过去 更要命的是 女枪刻的右腿 还被苏语牢牢抱住 根本无法闪避 并且由于距离极近 近乎是近身搏杀 女枪刻已来不及变招 只能以双手朝前横推 横 苏语披来的一掌 被女枪刻挡住了 可她的身影 则撞在女枪刻双腿之间 痴痛的闷横 从女枪刻唇中传出 这一瞬 她只觉像被一座神山撞在身上 一身的护体力量都差点被震散 更尴尬的是 这种姿势 着实太难堪 苏语科管不了那么多 她骑身上前 右手已猛地朝女枪刻咽喉锁去 一旦被锁中 女枪刻注定必败 这一瞬 她双手交错 显直又显地挡住苏语这一击 可由于遭受的力量太过霸道 再加上右腿依旧被苏语牢牢保住 女枪刻整个人都有站不稳的迹象 你不是我的对手 认输吧 苏语开口 她一手控制女枪刻的右腿 一手按在女枪刻挡在咽喉前的双手上 随着一身道横运转 以牢牢牵制住女枪刻的反击 从阿采的角度望去 两人的姿势就显得太暧昧了一些 忍输你个头 女枪刻明显气恼 叫骂出声 她的确无力反抗 浑身各处都被钳制 动弹不得 苏语笑起来 没有再纠缠 双手一起发力 直接把女枪刻扔了出去 女枪刻刚一站稳 正欲再次出手 远处一厢其阿采的声音 说不起吗 女枪刻身影一致 眼神一阵变换不定 上次败在苏语手底下 让她引以为耻 本以为此次可以报仇学耻 不曾想去也又败了 这样的结果 让她都不禁有些怀疑人生 过往那万长岁月中 但凡同径对战 自己何曾败过 可如今 却在同一个人手底下 连败了两次 阿采 莫要这么说 她若不是压制修为 我也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 苏语轻声道 她早看出 这女枪刻来历神秘 修为完全可以用 不可揣夺四字来形容 女枪刻沉默了 但想 她冷哼道 若真想杀你 我一根手指 都能将你碾死 苏语笑起来 只当作是气话对待 根本懒得理会 只说道 你之前的话 可算数 女枪刻冷冷道 放心 我从不会食言 那就好 阿采 我们走吧 苏语招呼了阿采一声 阿采当即从远处行来 眼见两人就要离开 女枪刻呼得道 且慢 还有事 苏语目光看过去 女枪刻道 若不是担心你死在别人手中 让我以后无法抱住血耻 才懒得跟你多说一句 苏语一正 此话怎讲 女枪刻那紫色的 模范麒麟一般的神秘光泽 盯着苏语 说道 在你身上 出现了一种因果之节 若我猜测不错 你之前怕是得罪了一位神明 留在人间的力量 苏语心中一领 掌心一番 浮现出一枚纤细透明的鱼钩 你说的 莫非是这个 女枪刻谋则泛起一色 幸灾乐祸似的说道 一确是她 此无名幻因果钩 抽自一个被称作 灵机老人的神明之首 那老东西也被称作是钓鱼老 执掌因果之力 哪怕你把这因果钩丢掉 身上也必沾染因果之节 灵机老人 钓鱼老 神明 阿采俏脸变幻 明显紧张起来 她之前 曾目睹苏语夺取 裁天草食的经过 自然清楚 这女枪刻应该没有撒谎 苏义确止我了一声 道 按你所言 我已经被那老家伙盯上了 女枪刻道 这还用问 不过 你若求我 我倒不计意帮你斩掉 这个因果祸患 苏义笑了笑 道 好意心领了 这点麻烦 我自可解决 女枪刻经不住道 被那钓鱼老盯上 足以让神明头疼 你确定不需要帮忙 苏义微微摇头 招呼了阿彩一声 就转身而去 直至她和阿彩的身影消失不见 女枪刻才明白过来般 嘀咕道 我倒是忘了 这家伙执掌轮回之力 的确不怕因果质节缠身 旋即 女枪刻似很郁闷 长涂了一口浊气 心中暗道 同镜对敌 我或许逊色一筹 可我在大道上 早已将你远远甩在身后 这辈子也休想追上我 不过 不能就这般认输 以后再找个机会 在仙道境界中 与她打一场 我就不信 凭我的底蕴 还收拾不了她了 女枪刻那紫色的眸中 浮现一抹狠意 在她毕生的修行路上 最得意也最璀璨的岁月 就在仙道之路的求索上 那时候的她 被视作傲爵仙谷 一枝独秀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 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肖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1507章 一剑 三天后 黑水禁地深处 哼 一处地面呼得四分五裂 紧跟着 一条璀璨耀眼的 框外破空而起 落入平须而立的 苏伊掌尖 这一条框外 足有数百丈长 粗如山岭 原本埋藏在地下深处 而现在 被苏伊阁空抓适了出来 财运生有十多块 举霞神髓 苏伊有些失望 这条框外看似庞大 可运生的举霞神髓 却微乎其微 随着苏伊进行切割 最终只收获十多块 拳头大小的举霞神髓 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苏伊身影一闪 便凭空消失原地 三天前 离开那一片血色荒原之后 苏伊就和阿采分开行动 临走前 苏伊将补天炉 炼花的虚烟 献雷本源力量 分出了一半给阿采 而在这三天里 苏伊并未返回 接引之地 而是一门心思地开始探寻 取一下神髓 这等指在第一战场 才能找到的机缘 七天后 苏伊盘西坐在一座山巅 一侧 补天炉轰鸣 人间剑在炉内浮沉 沐浴在一片金灿灿的 神性光辉中 这些天里 补天炉已经将那一片 彩天草彻底裂化 而如今 人间剑正在汲取彩天草的 混沌本源力量 出此 连徐炎仙雷的本源力量 也早已融入人间剑之争 等人间剑彻底融合 彩天草的气息 足可产生一场 翻天覆地的变化 依照苏伊的推断 那时候的人间剑 仅仅是威能 就足可不逊色 最顶尖的仙道神兵 半个月后 苏伊在炼花调所 搜集到的一批 举侠神髓后 秀卫以突破之化 真境大圆满地步 也是此时 他的修行陷入瓶颈 这段时间 虽然让我屡获奇缘 可以因此 让我的秀卫隐隐 有不牢固的迹象 苏伊警醒 意识到自己的突破速度太快 必须沉淀一段时间 否则 大道根基必将变得不稳 原因就是 他在进入域外战场之后 获得的机缘实在太多 第一战场的神鹰之源 第二战场的大道玄域和武运石 以及这第三战场的举侠神髓 无不是外界根本寻找不到的矿石机缘 而在过往那段时间 苏伊凭借自身实力 几乎将这一桩又一桩造化禁术夺在手中 压班哭打卡 进入域外战场 至今才不到四个月时间 可他的修为 从化繁镜大圆满地步 踏入化真镜 到现在 都已修炼到化真镜大圆满地步 这般突破速度 简直精致害俗 若被其他语化真人见到 怕非休死不可 毕竟 对任何语化真人而言 别说突破大境界了 就是想要在一个境界中 精进一步 都需要常年累月的苦修 甚至 若遇到瓶颈的话 哪怕耗费成千上万年的时间 修为都不见得能精进一步 两相对比 就能看出 苏伊道衡突破的是何等之快 但 修为突破太快 注定必大于力 须知 无论是人间界 还是在仙界 各大顶级大势里都掌握 有数之不尽的修行资源 若想让自己的后背快速破镜 不要太容易 可如 此一来 注定会让后背的大道根基不牢固 便如空中楼阁 随时会轰然倾塌 走不了长远 过而 越是底蕴雄厚的道统 就越重视锤炼和打磨后背的大道根基 欲速则不达 行稳 方能致远 苏伊自然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个道理 当察觉到自身修为出现瓶颈 他就已警醒 意识到自己必须沉淀一段时间 进一步锤炼和巩固修为 从这天起 苏伊将收集到的举霞神髓都收藏起来 打算以后破镜之后再动用 时光匆匆 一个月过去 苏伊返回了街隐之地一趟 打算将搜集到的举霞神髓 分给青石剑线和街空剑僧一些 可当抵达东旋风的时候 却发现早有人在专门等待自己 任长青 男活与领袖人物 曾在举霞镜中称尊 独领风骚 俨然是一位旷史传奇般的存在 苏大人 这任长青早在半个月前 就亲自登门 说是要拜访您 与您论道争锋 一决高低 离中传音告诉苏伊 得知您不在 他每天就会专门前来一趟 直至今日 苏伊微微汗手 表示明白 苏道友 我此来域外战场 不图什么压盖群雄 但求能找到一位可堪对决之人 任长青走上前 神色从容 拱手见礼 故而 我亲自登门 只愿和道友在大道上 争一个高低 他眸光灿然 似有无数星辰在其中涌动 战役十足 附近区域 有着许多东旋域的强者在观望 见此都不禁露出期待之色 若苏大人将此人镇压 以后南火域阵营的修士 注定将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不过 众人也都清楚 任长青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旷世人物 毕竟任长青能以异己之力 长尊南火域举狭境之中 这般存在 无不身怀大气韵 拥有无法揣测的恐怖的底韵 和众人的期待不一样 苏义只瞥了任长青一眼 便说道 你还是走吧 说着 苏义转身而去 众人而然 苏大人这是 根本瞧不上任长青这样的对手 任长青也挣了一下 沉生道 苏道友 为何不愿和我一决 这半个月里 他几乎每天都来找苏义 这件事早已轰动各大阵营 人尽皆知 而今 苏义终于归来 何谁曾想 却直接拒绝了他的约战 远处 苏义微微顿足 背对任长青 淡淡道 良药苦口 真言逆耳 你真想听 任长青洒然道 道友不妨直言 我还不至于因为一些言辞 而大动肝火 苏义当即直言道 于我眼中 无论是以前 还是现在 你都不够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我也从来没有视你为对手 任长青 众人面面相去 气氛诡异地寂静下来 任谁都能想到 苏义说出的话 注定会对任长青造成打击 却唯独没想到 自始至终 苏义竟都没有把南火 于这位领袖人物放在眼中 那是一种无视的姿态 并无嘲讽 轻念不懈 就像在陈述一件事实 可也正因如此 才最伤人 毕竟 比被人见得更可悲的是 人间连踩你的兴趣都没有 任长青梅烧尖浮现阴霾 哪怕以他的涵养和心境 当感受到苏义那轻描淡写之间表达出的无视态度后 内心依旧抑制不住地涌起一股恼怒 而此时 苏义又补充了一句 也包括其他人 众人 还好 他们都知道自身的地位和实力 也清楚无法去和苏义这种人对比 受到的伤害倒也不大 任长青则忍不住道 既如此 你为何又要答应羽臣的约战 错了 我只说他能承受我的一件 才会破例与之对决 苏义微微摇头 任长青深呼吸一口气 道 那我也想接道友一件 还请道友赐教 声音落地 他身上气急轰鸣 天穷云层骤然崩碎 附近虚空已被可怕的 肃杀之气淹没 众人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就是在街隐之地其他阵营 也有许多人主营地 在那东旋风上 有冲销的战役出现 一时间 引发许多关注 而此时 苏义眉头微皱 见感不耐 道 非要自讨苦吃 任长青笑 起来 谋光射人 大道争锋 勇者为先 我已等待半个月 若是输了 我无怨无悔 可若就此退让 未占不前 此生此事 必为此耿耿于怀 声音铿锵 至地有声 众人舞不动容 所谓强者心态 当如是 也罢 就凭这番话 便如你所愿 苏义依旧没有回头 背对任长青 可拢在袖袍中的右手 则在这一刻朝后一挥 一道近其横空而起 笔直朝任长青次去 简单干净 不带一丝烟火气息 在外人眼中 也根本看不出任何玄机 平淡无奇 可落入任长青眼中 这一剑所充斥的力量 却让他感到压制不住的恐惧 哼 任长青将一身道横运 转到极尽地步 惊喜神犹如燃烧般 近火是将毕生道横空前催动 可依旧没用 当那一剑横空而至 任长青平生一种感觉 除非动用杀手锏 否则无论自己如何对抗 如何挣扎 都根本挡不住这一剑 可若动用杀手锏 又何谈什么大道争锋 一切念头 电光石火般在任长青脑海中善过 他也来不及多想 近火是出于本能般 欲全力出手 可当他刚有所动作 哼 铺天盖地的剑威 如山崩海啸般压过来 任长青浑身发僵 心神悸动 极有窒息之感 甚至兴不起去抵抗的念头 不好 任长青骇然失色 也就在这一瞬 那一道剑气坎坎 在他咽喉三寸之地停顿下来 而后 砰的一声便化作光雨消米 何时能从这一剑 带给你的阴影中走出 或许 你对大道的理解 能在上一层楼 所以那淡然的声音响起 他覆手于背 自顾自离去 自始至终 都不曾回头 全场死寂 鸭雀无声 任长青这位男火月的领袖人物 立在那 呆若泥塑 一身一山 一辈冷汗尽透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尼 第一剑508章 但求一败 任长青呆滞了许久 似渐渐回过神般 长吐一口气 他抬眼望向山边位置 那里是苏语的栖身之地 而后 在无数震惊目光注视下 任长青拱身行了一个大礼 这才转身而去 众人皆正然 旋即动容 无疑 任长青这位男火月的领袖人物 已被苏语这一剑彻底折服 苏大人那一剑 真有如此可怕 直至任长青的身影 消失在东旋风 才有人忍不住问出来 正因为连我们都看不出一丝端倪 才更显得苏大人这一剑恐怖 不是吗 有人难难 众人面面相觑 心潮起伏 他们都已明白过来 为何会这样 很简单 他们的实力 眼力都相差太远 无法亏损到刚才那一剑 所运机的奥秘 EUT 当天任长青不敌苏语一剑的消息 便在街隐之地传开 引发莫大的轰动 尤其是当霍西战斗的细节后 不知多少人震颤 心惊肉跳 任长青竟都无力抵抗 只能坐以待毙 那该是何等可怕的一剑 听说了吗 自始至终 苏语不止没把任长青视作对手 也包括其他人 议论声 在各大阵营中 此起彼伏地响起 西寒风 秦素心轻轻推开旋窗 一对清冷的眸 摇摇望向了远处的东旋风 神色正正 那姓苏的 竟已强大到这等地步 秦素心那沉静如冰的心境 在这一个泛起波澜 因为 他很清楚任长青的实力是何等一天 在过往那一段时间里 真正能为他视作对手的 也只寥寥数人 其中就有任长青 可秦素心却没想到 任长青会败得如此一塌糊涂 哪怕难以接受 哪怕无法揣测这场对决的具体细节 哪怕也很难体会到 任长青落败时的心境 可秦素心清楚 换作是他去对战苏语 注定也说多赢手 东玄玉怎会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角色 他究竟是如何修炼到这等地步的 秦素心念头分成 思绪如飞 直至彻底冷静之后 秦素心做出一个判断 压力都转移到了雨晨那边 事实上 也正如秦素心所推测 各大阵营的修士 都开始替曾经向 所以约战的雨晨捏了一把汗 任长青那等领袖人物 都挡不住苏义的一剑 等雨晨出关时 势必会压力骤增 这下的确不好办了 若雨晨退避不战 必会颜面扫地 声望一落千丈 可若迎战 哪怕能挡住苏义的一剑 可要想获胜 恐怕也很悬 谁能想到 纳星苏的会如此可怕 这样的议论 也传入温修主耳中 他都不禁愣住 玉蓉变换不定 当初 他曾被苏义一拳震退 心中还颇为不服气 哪怕连他师兄羽晨都说 他不可能是苏义的对手 他心中依旧不服气 可现在 随着任长青的落败 他才意识到 当初能从苏义手底下活下来 都已称得上是 一件值得庆庆的事情 也不知道 师兄得知这些消息时 心境会否被影响 温修主 没稍浮现优色 他很清楚 师兄是何等强大的存在 早就不把举下镜人物放在眼中 一心只想着 何时能镇压一位仙人 可现在温修主更清楚 苏义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是一个足以让任长青 秦苏欣那等领袖人物 都无法抗衡的恐怖角色 哎 眼下也只能等师兄出关了 温修主悠悠一叹 这一段时间 随着苏义的出现 第一战场的局势 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没人敢小觑东玄域之人 更无人敢轻易去挑衅 到如今 随着任长青的落败 更让苏义的威望达到惊人的地步 让人谈而色变 这一切 让温修主心中颇不适自卫 可也只能接受 这些举下身随你留着 东玄峰 苏义将一个储物带递给青石剑仙 等接空的神魂恢复过来 就分给他一些 青石剑仙没有推辞 接了过来 他了解苏义的性情 若是推辞和拒绝 只会让苏义不喜 眼下 距离戒隐之路出现 尚有半年时间 我打算潜心修炼一段时间 若非生死攸关的事情 莫要让人来掏扰我 苏义吩咐道 过往那段时间 他去过第一战场多个凶险禁地 搜集了一大批举霞神髓 已经足够他以后的修炼所需 而此次他之所以潜心闭关 倒并非为了破镜 而是要沉淀自身道行 树里修为 彻底把道行巩固一番 出此 也打算趁此时间 参悟大道 淬炼人间界 好 青石剑仙郑重答应 旋即 他想起一件事 过不了多久 那北渊狱的领袖人物 宇辰就将出关 他 苏义心不在焉打断道 无需理会 他若执意要约战 姑且让他等着救世 青石剑仙点了点头 当天 苏义便开始闭关 十天后 北渊风之巅 一道璀璨的金红冲销而起 顿时 天地震颤 天类般的大道轮音响彻九霄 一朵朵青色锐光 化作缤纷的光雨 从天穷洒落在 北渊风之巅的一座石屋内 这等惊人的天地一向 顿时引发各大阵营关注 好惊人的一向 难道说雨晨破镜了 不可能 他早已是举霞 静大圆满修为 戒隐之路没有出现之前 但不可能他足先到 那这一向又是阴河来 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汲取到足够的 举霞神髓力量 将一身修为彻底 炼化为仙灵之气了吗 西寒风 领袖人物 秦素心望着天上映现的一向 眉宇间不由浮现出 一抹复杂之色 传人中 炼化到足够多的 举霞神髓力量 有一定机会能让 修士发毛洗髓 失险脱胎换骨的变化 最显著的特征 便是一身修为中 摧炼出仙灵之气 而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时机来临 轻松就用他足先到之上 过往那一段时间 秦素心也在炼化举霞神髓 和至今还没有实现这一步 这样才让人期待啊 任长清自语 败在苏义手底下 让他消沉了一段时间 斗志维米 至今没有从那一件的阴影 走出来 而今 他已彻底看开了 甚至 对苏义当初所说的话 深信不疑 也无比确信 当自己的心境 能从那一件所留的阴影中 走出来 自身的道徒 必可载上一层楼 也正因如此 他说得心服口服 完全没有任何怨言 甚至对苏义无比钦佩 而现在 当目睹宇晨引来的那一场天地异象 任长清意识到 这一下或许又有好戏看了 换作之前 任长清根本不认为 宇晨能和苏义一战 但随着这一场异象出现 任长清改变了看法 相比苏义 北渊狱的领袖人物宇晨 同样不好惹 北渊风上 温修竹欣喜地仰望着天上映现的异象 难难道 太好了 师兄必是在修行上有惊人的蜕变 才能引发如此惊事的异象 过往那些天 他一直担忧师兄宇晨出关时 该如何应对和苏义之间的约战 而现在 他对此充满信心 智雅一声 使我大门开启 一道受血奇长的身影走出 一袭道袍 眼神成澈如虎 浑身近视之谱平和的气息 正是宇晨 随着他走出石屋 满天一向随之消散不见 师兄 温修竹第一时间赢了上去 你这是突破了 宇晨摇头倒 只能算是为举下成仙 住下了最圆满的道业 只要时机来临 再不必担心成仙之节 就能一步踏足旗上 温修竹喜道 那您的实力必然已变得 比以前更强大了 对吧 宇晨恩了一声 他既至四清风鸣 月般纯净 不骄不躁 不疾不徐 温修竹则再忍不住说道 师兄 前不久的时候 任长青败给了那苏义 还没说完 宇晨道 我已经清楚了 当初他们两人在东旋风对决 任长青的气急 贯冲云霄 让我想不住一兜难 顿了顿 他谋子泛起私存之色 不过 相比较而言 那位苏道友才最深不可测 寥寥一见 反扑归真 不曾引来任何动静 却有鬼神辟之威 堪称是巧夺造化 化腐朽为神奇 说吧 他不由感慨 若能与这样的对手一绝 纵使输了 也让人快慰 温修竹鸣嘴一笑 道 我可不认为师兄会收 他早已察觉到 在师兄宇晨身上 多出一股以前没有的气息 极为缥缈空灵 不出意外 那应该就是先灵之气的神韵 宇晨笑了笑 转身朝山峰下行去 一边走一边轻声说道 过往在北渊狱 我已经赢了太久 而如今的我 但求一败 但求一败 温修竹将此话 举绝了一遍 眼神发亮 师兄的心境 和以前也不一样了 以前的他 求的是无敌 现在的他 求的是一个 能打败他的对手 而这个对手 无论是人间修饰 还是天上仙人 借无妨 走 随我去东旋风走一遭 拜会苏道友 宇晨轻声开口 自始至终 他气息质朴如玉 甜淡如云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 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逆 第一千五百零九章 混沌再到时 第一战场 一处荣江火海上空 阿财窈窕鲜秀的身影 平须而立 毛子泛起一抹喜色 终于让我找到了 他束手探出 当空一盏 哼 荣江火海裂开一道 巨大的沟壳 沟壳深处 露出一块银色的岩石 其 阿财右手掌指尖 浮现出一道 不朽傲依所花的漩涡 朝那一块银色岩石抓去 银色岩石摇晃 不受控制的拔地而起 它足有十多丈范围 大如房屋 可当落入阿财掌间 顿时被不朽傲依 炼化成巴掌大小 仔细看 此屋灿若血淫 晶莹若扬之美誉 其内涌动着一股 奇异的混沌气息 混沌再到时 一种极为奇特的混沌神石 能够承载和容纳完整的大道奥义 对修士有着不可估量的妙用 你这段时间 就一直在寻找此物 远处 女枪客那挺拔奥人的 修长身影浮现而出 紫色的眸中浮现出 惊讶之色 不错 阿财点头 过往那段时间 她早注意到 无论她出现在哪 女枪客必会如影随形地出现 初开始 阿财还很警惕和戒备 试图甩掉女枪客 可那女枪客就如牛皮糖似的 根本甩不掉 渐渐地 随着接触之后 阿财发现女枪客并没有什么歹意 就在懒得理会 饭团砍收 而此时 女枪客似是猜出什么 道 你该不会是想把自身掌握的薄朽 大到傲义 融入混沌载道时 然后赠给那姓苏的吧 有何不可 阿财收起混沌载道时 声音清脆 我很早以前 就说过等 域外战场出现后 会给苏道有一个惊喜 自不会食言 女枪客正了正 似难以置信 道 小丫头 你怕不是疯了吧 你可知道这么做 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阿财满不在乎道 知道 也无需你提醒 说着 她转身而去 女枪客帝一时间追上来 紫色的眸中尽是不解 道 至于吗 不朽之力 乃是你与生举来的天赋 任谁都抢夺不走 可一旦你尝试将这等大道 熬义送出去 亦会让你的天赋遭受重创 无疑 她很了解不朽仙残之等混沌生灵的底细 你不懂 阿财明显不想解释什么 我不懂 女枪客气笑了 你这本丫头 怕是被那性酥的灌了迷魂汤 才会干出如此愚蠢的事情 世间大道无数 而不朽之力 无疑可视作是最顶级的大道熬义之一 甚至称得上是禁忌 原因很简单 执掌此等大道 亦如不死不灭 哪怕被杀死 都能重活过来 哪怕是诸神剑道 都必会心动 事实上 女枪客就清楚 在很久以前 那诸天神明之中 就藏有一个执掌不朽之力的神奇 被称作不朽灵神 而那位不灭灵神的本体 就是由不朽仙残所化 不过那位不朽灵神终究还是死了 据说是被一位执掌禁忌秩序的大敌 也无上为力镇压 一身的不朽法则都被彻底打碎磨灭掉 正因为失去了不朽之力 那位不朽灵神才会陨落 而现在 阿才竟不惜要把自身的不朽之力赠予苏义一份 在女枪客看来 这的确和疯了没区别 难道你爱上那杏苏的家伙 女枪客眼神古怪 也只有陷入情爱中的女人 才往往会如此愚蠢 阿才神色一致 没好气道 我说了 你不懂 他懒得再理会女枪客 自顾自前行 女枪客也没有再自讨没趣 如影随形地跟在后边 东旋风前 人群汇聚 乌泱泱一大群 根本无需传讯 当见到北渊狱领袖人物 宇晨的身影出现时 早已引发各大阵营的关注 于是都第一时间赶来 宇晨大人才刚出关 就要向苏义宣战吗 果然不出我所料 纵使那苏义在强大 宇晨大人也不会退 这一战 注定撑得上匡谱硕金 无论传回哪个欲界 都必将引发大地震 议论声中 人们神色间都浮现出期待的神色 秦宿行 任长青也来了 两位领袖人物 明显也坐不住 要亲眼见证这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道争锋 万正瞩目之下 宇晨神色骨颈不波 未曾有任何变化 他立在东旋风山脚下 眼眸微台 开口道 北院玉宇晨 前来拜会苏一苏道友 声如沉征木骨 响彻天地 全场嘈杂的声音都被压下去 变得寂静 很快 轻视剑仙的身影出现 对宇晨说道 苏道友正在闭关 恕不能待客 闭关 全场错愕 都感到一阵郁闷 满怀希望而来 难道要拜幸而归 我师兄今日刚出关 那苏一旧闭关了 真有这么巧 温修周忍不住道 声音中透着一丝质疑和讽刺的味道 轻视剑仙道 道友说错了 早在十天前 苏道友就已闭关 宇晨问道 苏道友可说过何事出关 轻视剑仙道 不清楚 不过苏道友倒是说过 若宇晨道友只要约站 等着便是 宇晨略以私存 抬头望向东 旋风山巅出的那座大殿 道 苏道友 我会一直在街引道场等你 说吧 在无数目光注视下 宇晨静自来到了街引道场一侧 随意找了一处地方 盘膝而坐 神色甜静 不卑不喜 各大阵营的强者面面相觑 本来以为 今日就将上演一场旷市争锋 不曾想 随着苏义的闭关 直接把宇晨静在那了 呼的 一道声音响起 你要和那姓苏的对战 女枪客从远处走来 她身影修长 面容覆盖在青铜面具之下 服役出现 就引来许多目光管主 不错 宇晨眼眸微明 刺察觉到女枪客不简单 自讨苦吃 女枪客微微摇头 劝你一句 还是打笑和她对决的念头为好 全场哗然 这女人是谁 竟敢这般不客气地否定宇晨的实力 何以见得 宇晨不为所动 因为你必输 并且会输得很难看 女枪客不假思索 宇晨 她笑了笑 没有在意 也没有在说什么 文修竹则忍 不住道 女人 你不觉得自己的言辞很过分 过分 女枪客道 我只不过是尘事物事事罢了 温修竹露出恼怒之色 不服气 女枪客饶有兴趣道 当然 温修竹一直不远处地接引道场 你既如此大言不惭 可敢和我一战 不必那般麻烦 女枪客说着 横空一掌暗出 一道遮天蔽日的掌印 朝温修竹镇压而去 速度并不快 明显是给温修竹 留了足够的反应机会 可面对这一仗 温修竹这位北苑狱阵营中 仅此于雨晨的高手 却凭声逃无可逃 欲无可避的感觉 他脸色顿变 全力抵抗 可这就像躺壁挡车 下一刻 温修竹的身影就被镇压 彻底禁锢在原地 而那只遮天蔽日的掌印 就悬在他头顶上空 温修竹浑身发僵 惊骇欲绝 待着在那 自己竟连一击都挡不住 全场寂静 鸦雀无声 谁能看不出 若这一掌真的彻底落下 温修竹注定有死无声 这戴着青铜面具的女人是谁 她怎会如此恐怖 所有人心惊 看向女枪客的眼神都变了 任长青和秦素心都不尽暗精 第一战场合时又出了这样一位强大存在 你这样的角色 搁在人间界 的确称得上精彩绝业 可也仅仅如此 女枪客随口点评 说话时 那镇压在温修竹头顶之地的掌印 悄然消散不见 温修竹失魂落魄 不远处 雨晨悄然起身 一带平静道 阁下可愿和我一绝 此话一出 全场侧目 谁都看出 因为温修竹的落败 雨晨似是被激怒 你也不服 女枪客道 雨晨静子来到街引道场 而后转身 看向女枪客 道 还请阁下自叫 一时间 全场目光都汇聚过去 这个变化 出人意料 谁都没想到 今日苏义和雨晨之间 没能上演 旷市大战 反倒是一个神秘女子的到来 惹得雨晨主动出手 亲道友 你可看出此人的来历 任长青忍不住 传音问道 没有 秦宿心摇头 他们两位领袖人物 也都被女枪客的实力惊叨 感到很意外 温修竹可绝非寻常之辈 可绝挡不住对方的一击 这足以证明 对方的实力是何等恐怖 一个苏义 就压得第一战场 所有人抬不起头来 如今 怎么又冒出这样一个恐怖的女人 任长青内心翻腾 也罢 我给你三次出手的机会 让你输一个心服口服 女枪可迈不来到接引道场 她紫色的眼眸看着远处的雨晨 道 快动手吧 此话一出 全场众人都差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这女人 怎么就能如此嚣张 雨晨身色不卑不喜 宠辱不惊 唯有那整整的毛子深处 涌现出一丝罕见的凝重 同时她内心的战意也被彻底点燃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逆 第1510章 一山耿笔一山高 借引道场附近 无数人的目光 妄想于晨和女枪刻 我不需要相让 但求一拜 于晨眼神澄澈 平静开口 她一身气息质朴如玉 甜淡如风 可随着声音响起 一股青涩道光从她周身冲销而起 崩碎尸方云层 轰 天地震颤 日月无光 这一刻 雨晨一身微视随之变得恐怖无边 天地为之震颤 场中顿时响起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心灵支气的神韵 秦素心暗叹 意识到在大道求索上 自己的确差了雨晨一截 也不知那女人当如何应对 任长青暗道 让不让 是我的事 除非你能比我出手 女枪客与其随意 证人 雨晨没有再废话 直接出击 哼 她迈不长空 长直捏印 无数绚烂的青色莲花从天坠落 莲花内 喷颇出无数次目的剑气 直似萌萌烟雨 覆盖那片天地 极致的美丽 也极致的威胁 可女枪客身影立在原地不动 随着周身气息鼓荡 满天剑气在斩在她身上时 皆被轻而易举地化解 全场震撼 无不瞠目 这等剑刀 法门虽厉害 却滑而不识 拿出你的真本事 莫要让我看不起你 女枪客淡淡道 好 雨晨深呼吸一口气 浑身战意迸发 整个人似一柄矿石神剑出窍 锋芒万丈 刺过长穹 所有官站着眼前刺痛 心神悸动 而雨晨已纵身出击 哄 他袖抛翻飞 扁指如剑 展出一道九尺长的剑气 剑气内似有无尽星河流转 弥漫出惊天动地的威能 这一剑太恐怖 让人远远望去 直似看到一位神奇 以九天星河为剑 斩落人间 气势磅礴无量 女枪客依旧没动 眼皮都没眨一下 唯有在这一剑展览时 他探手一抓 九尺剑气 就像被打中七寸的蛇 被女枪客牢牢攏在手中 再无法寸进 这 全场死计都差点猛掉 这一剑才有点意思 可惜 要想撼动我 依旧差得远 女枪客遗憾式的轻叹 声音在响起的同时 那九尺剑气在他掌尖 寸寸崩碎瓦解 消散不见 而袁楚 余琛的神色已空前凝重 他一言不发 迈不走来 轰 轰 轰 每一步迈出 他身上的威势就暴涨一大截 天地都随之产生剧烈的震颤 虚空中 都被一股正字酝酿 蓄击的恐怖剑一重斥 羽琛这是要孤注一掷 秦苏欣眸光闪烁 不过 换作是我 也定然会这么做 那神秘的女人 简直太可怕 这一击若再无法撼动那女人 羽琛今日怕是要输 任长青 神色凝重 此时 羽琛已踏出九步 距离女枪客 只有九丈之地 而羽琛身上汇聚的威势 已攀升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天地都在剧烈乱颤 璀璨耀眼的青色剑翼 直死长江大河 在羽琛周身翻腾涌动 这位北渊玉的灵 秀人物 显露出的威能之胜 让远处观战者皆黯然失色 便是任长青 秦苏欣都自残行贿 斩 一声清歌 羽琛双手撕握剑 当空怒斩 轰 一道剑气腾空斩落 这一剑 充盈着难以言说的大道奥义 乃是羽琛毕生最得意 也最强大的一击 当这一剑斩出 他一身的精气神都在共鸣 内心产生前所未有的自信 哪怕仙人在前 也挡不住这一剑 而面对这一剑 女枪可眸子中浮现一抹哑然之色 旋即 他掌执念拳 示弱地枪刺出 哼 惊天动地的碰撞声响彻 戒引道场中 虚空都在塌陷崩坏 狂暴地毁灭力量 从两者交锋之地 骤然席卷扩散 许多人眼前白茫茫一片 什么也看不到了 唯有任长青 秦素行 温修竹等 寥寥一小撮人看到 与陈斩竹的这一剑 在女枪客的一圈之下 轰然崩碎 而女枪客的身影 紧紧只被撼动地摇晃了一下 浑身衣袍裂裂作响 可并未退让一步 直似坚不可摧的神月 窥然不动 这让任长青等人都不禁呆滞在那 心神震颤 那等惊天动地的一剑 就这样被化解了 与陈也正主 似难以置信 烟霞弥散中 响起女枪客的声音 这一剑着实不错啊 哪怕对付一些与静初期的仙人 都不在话下 这样的评价 在场中响彻 引来一阵骚动 这时候 人们才终于都看清楚 与陈这一剑 竟依旧没能撼动那神秘的女人 未能撼动阁下 这一剑终究不值一提 与陈摇头道 她神色间不见任何腿蜜 反倒破天荒地露出期待之色 毛子中都燃烧着惊人的战火 还请阁下出手 让我输一个心服口服 她正正开口道 女枪客笑了笑 道 你的心境脆炼得不错 以后必成大气 说着 她身影突兀地消失原地 下一刻 一只晶莹雪白的拳头 已出现在雨晨头顶上空 狠狠哄下 哄 令人心惊肉跳的碰撞声中 雨晨的身影直接被轰飞出去 跌落在街银道场之外 众人 一拳就拿下了雨晨 气氛在这一刻 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中 无数人目瞪口呆 雨晨劈头散发 肩膀处 她现一个凹陷的拳印 正自鼓鼓躺血 她站起身来 神色间也难言枉然 一拳 就把自己镇压了 饶着她心境淬炼的坚韧无比 此刻也不由被撼动 接引道场内 女枪客随意拍了拍手 道 以后若你有能机会知道我是谁 你自会清楚 今日能败在我手底下 是何等荣幸的一件事 撂下这句话 她转身走出街引道场 所有看向女枪客的目光 皆如是神奇 这一场对决 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大道争锋 因为自始至终 女枪客没有动用权力 便直接拿下了雨晨 也正因如此 才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须知 雨晨是北渊玉的领袖 今日破关而出时 更引发天地一向 只要尸击来了 随时都能踏足仙道 可在女枪客 面前 雨晨却被碾压了 之前 阁下曾言我雨晨师兄 不是那苏义的对手 莫非阁下也曾击败苏义 文修竹呼地问道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许多关注 女枪客身影一致 眼眸身处浮现一丝羞脑之色 不提此事还好 一提到就让她心生嫩气 简直就像在她的伤口撒盐似的 偏偏地 这是好一道清脆的笑声响起 她 是苏道友的手下败将才对 人群中 阿采笑叶如花 每眸都笑成月牙 女枪客 她顿感颜面无光 一跃来到阿采身边 拽着阿采的胳膊 一言不发就匆匆离开场中 众人 天地聚集 四野无声 空气都四安静下来 阿采那句话 简直就如一个暴击 颠覆人们的认知和想象 也带给在场所有人 前所未有的震撼 虚久 人们才渐渐回过神来似的 而后寂静的氛围被打破 嘈杂的哗然声响起 像炸开了锅 比去个小说阅读网 那等恐怖的一位存在 竟然 竟然是苏道友的手下败将 人们都满脸的惊恶 谁都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雨晨败在了那神秘女人的一拳之下 而那神秘女人 则是苏裔的手下败将 任谁能不知道 若雨晨近日和苏裔对决 注定必输无疑 不 恐怕真的连一剑都挡不住 人们都清楚记得 当初雨晨向苏裔约战时 苏裔曾说过 若雨晨能挡住他的一剑 才有资格和他对决 当时 人们都感觉苏裔口气太狂妄 没有人当真 可现在 任谁都无法不当真 怎么会这样 温修竹眼神枉然 视魂落魄 这样的事实 让他备受打击 整个人都不好了 原来 那神秘女人都不是苏裔的对手 任长青正住 他忽然感觉 自己没能挡住苏裔那一剑 似乎也并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 那苏裔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秦宿心下意识将目光望向东寻风之巅 近日 苏裔虽然不在场 和今日发生的一切 却无疑把他的威名推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雨晨沉默了 他哪可能不清楚 女枪可败在苏裔手底下意味着什么 怪不得他从一开始 就拒绝和我对决 不是不屑 而是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中 也不对 他并非是无视我 而是在他眼中自己不够资格成为他的对手 雨晨想到这不由一声苦笑 这才发现之前自己那一场约战是何等可笑 不过这一败输得我心服口服 雨晨深呼吸一口气 眸光湛然 败了才能知道自身的不足 才能意识到差距所在 而这正是雨晨所乐意见到的 大道争锋的意义也就在此 以后的罗海长也自有机会再赢回来 雨晨心中难难 他死存时竟自返回北渊峰 今日之战让他感触很大 要潜心消化一番 至于什么颜面受损 未忘遭受打击 雨晨并不在意 扶明罢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